現在保養就是保養現在年輕的狀況嘛 對不對 你18歲保養就是保養18歲的那年輕狀況 你有30歲保養的時候會變成18歲嗎 沒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 再次去整形 實際上不代表本台的內容 不好意思 我們不要騙人機 這一個有三個程序 一叉 二胎 三絲膚 比如說這個滑膠面積衛生師 就是你這樣塗 塗 塗 塗到去的時候 你先用叉的一部分 但像你肌膚狀況會有點敏感 就是越過叉的部分 因為其實你擦的話就是摩擦肌膚 平安性肌膚跟你皮膚很容易從一種部分 最機會就是摩擦跟吃豆腐 那邊很容易顯然就是紅腸的色塊 對 就是不要 所以你就是這樣拍拍拍拍拍拍拍 像我如果平常清潔完或者清粉刺 我濕膚的話就會濕膚T字 T字的部分容易出油就會濕膚這個 控油 你要讓皮膚緊緻細緻 然後保水度加強就可以塗 然後再來是這兩個的計畫液 這一個東西叫做激光彈板計畫液 這個是我早上出門的時候非常好 所以其量的體度和亮度 跟它可以彈板的美白水 這一罐整條條它可以去除它的疤的精神 它的疤 燒疤的部分其實沒有懷疤 就是我這樣用下來之後 我看我的肌膚的吧 其實現在是要玩遊戲 之前就是有很多 可以彈彈板的一些色複吧 而且它有一點點微笑味的部分 我有這樣覺得 因為我每次有豆豆 早上插它的時候 晚上豆豆豆很明顯 早上插 然後晚上裡面漸 可是我在想問 因為它豆豆很小 你只要小小一點 好 都小小了 你只要用後面的線 你只要用小小一點 你只要不明顯 那 這是早上插的部分 這個是我來使用的 它這個算是一個換衣 這是一個李麥基的 換偶子的部分 它官方好像是打出一張粉刺洞洞 然後收臉的毛孔跟蛋板 我覺得蛋板沒有太大的明顯程度 可是它對於粉刺豆豆 跟肌膚的那些狀飽 就油性肌膚這樣用下來 沒有那麼粗糙 我覺得我之前的粉粗糙 我現在就變得比較 摸起來就是滑滑的氣質 那對我來說其實乳液呢 它也會有分早晚跟夏季東西這種問題 因為有些乳液它是比較滋潤 或者是比較清爽類型的 那像這兩罐 這是晚上睡覺會擦的 就是我這樣擦 要往上推 因為其實有些人擦是這樣 對 我好像是往後不要慢慢推上去 你要這樣推 你要推上去往上拉 你的那個皺紋才不會往下滑 你這根本每次這樣擦走就這樣 一直這樣用 就是把肉往上踢 是真的有用 你知道我每次突然這個時候 會比較往上一點 這真的是要仔細觀察 你有東西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你的肌膚狀況 就是看鏡子 你們多久沒有看鏡子的 心境裝在自己了 這一個的話就是 就著那個 冰河糖蛋白無油清爽檸檬 我跟你講 這真的很好用 自己已經走過來 它完全是一個無油 而且 非常好的一個味道 其實都很壞耶 而且它這個是不會油油的那一種 有些東西就擦下去嗎 就是水就很濕 然後油 對對對對 而且它擦完之後 你會發現 嗯 是嗎 那其實乳液的部分 就是讓它前面的 嗯 保養瓶的部分 不容易散發掉 就是一個飽水 就是這樣 喔 感覺再也算 乾死 感覺就是一個飽水這樣 其實 乳液是一定要的 嗯 只是乳液絕對不能放在前面 我覺得是最後的一個部分 一個收尾 嗯 它是一個最好收尾 那最後一個 這一個的部分是 我長痘痘我才會用 這一個的話 是Ques的那個 藍色青春 然後你喜歡 我找長痘痘我的圖 它就會好比較快 我覺得這樣用下來 其實就是讓我幾乎穩定 現在就是 每天我每一長什麼痘痘 本事的部分也有減少很多 那 清潔的話之後 可能有機會的話 我再講清潔 因為清潔是以大學問 對 還有男生 現在其實很多有的化妝 對 化妝 化妝也是之後 對 可能到下一期 我們才會再深入的去講解 直到最後 如果你到這裡不解決 還是要看醫生 不論說就亂吵 對 除非說 你也是從國中開始 在你做抱擾 我是因為從國中開始 在你做抱擾 所以一直一直 一直 一直研究 一直看 這支影片就到此為止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給我訂閱加讚 你可以去追蹤 我看那個人說的那個instagram 開車 對 開車 我還是喜歡跟他吻的說 想期待 下次與人見面 掰掰 掰掰 好不好 拜拜